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波少儿美妆博主风潮实属坑害未成年人 我们注意到将低龄未成年人推到聚光灯下 在大众面前营业的畸形之风由来已久 比如说三岁就已经工作了半年的同模小女孩 面对镜头不断露出尴尬笑容的假笑男孩 平均年龄八岁就已经宣布出道的天府少年团 这股畸形之风刮来的不仅是未成年人畸形的童年 甚至会将其整个人生吹向深渊 在生活中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其实本无可厚非 但在资本流量娱乐化的裹挟下 将未成年人做成成年人的提线木偶 是对他们身心的双重残害 身体上这种过度营业会影响未成年人健康 对萌娃美妆博主来说 化妆品中较多的各种激素啊添加啊 会对他们产生不良影响 之前也有报道说 平凡的假笑已经让假笑男孩难以正常微笑 在心理上呢 未成年人缺乏辨别力 极易被流量金钱等误导 滋生一夜爆红 拜金主义 盲目攀比 容貌焦虑等错误观念 从人生规划来看 未成年人过早出现在聚光灯下 不仅有隐私曝光等问题 也会带来教育缺位 营业挤占着他们本应受教育的时间和权利 当光芒透支耗尽 在流量消逝后的更长人生中 他们很可能无法找到方向 陷入本领恐慌 陷入人生虚无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 我们应该对其提供健康的成长环境 全社会需要共同努力 别让低俗的网红之风 损害了广大未成年人